接着我们就要看界电子内的电厂 界电子里头的电厂 如果我们用围观的观点 围观的观点就是说 我们眼睛小到可以把原子一个一个都看见 电子一个一个都看得见 就是我们把每一个原子的作用都列入考虑的时候 产生的电厂 这叫围观 一般我们都不是看一个原子 一块物质对不对 如果你能够把每一个原子都看到的话 这就是围观电厂 以围观电厂来看的话 我们靠近某一个电子 觉得这个电子 它的电厂非常大 可是离开这个电子较远的地方 它的电厂就变弱了 而且方向电厂大小变弱了 方向也可能改变了 如果你把原子 如果把这个原子移动的时候 那电厂全然改变了 而且你移动一个 周围的电厂也都改变了 你移动一个 那就是全体都受改变 像这样的围观电厂 我们全然没有办法计算 太乱了 你多少原子啊 那么我们就是看的都是一种宏观厂 Macroscopic Field 当我们将电厂 视为大到足以包含 千万个原子区域中的平均电厂 就是说我们电厂不是看一个 single atom的电厂 是一个区域也是很小 我们看起来也是很小 但是这很小很小的区域里头 它有成千上万个原子 成千上万个原子在里面 我们就忽略了个别原子产生的 微小的电厂的变动 这个电子 如果你眼睛贴到这个电子 这个电子移开一点 你就会看到电厂改变了 某一点的 电厂旁边 就你看到这个电厂改变了 但是你如果是一个 好一个 你离它很远很远 成千上万的原子 你有一个移动的话 根本就是围不住道 就是说这个区域小得很小 就是说你可以忽略 每一个电子个别产生的变动 如果它有较大变动的话 我们也看得出来 就是说 整个物体 整个电子的分布都改变 就带电的情况改变了 那这个时候的电厂 就是看整块物质产生的电厂 我们称它叫做宏观电厂 好现在我们看一个 这是一个界电值 这个界电值 里头受极化以后 我们当然是讲它被极化了 极化了它的分子才会产生电厂 极化以后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diple moment 小小diple moment的element 它在某一点产生的电厂 就是第一 那所有的这个点 在这里产生的电厂 就是整个界电值 在这里产生的总电厂 对不对 好现在我们看 整个界电值 我们以这个为参考点 整个界电值 在这个p点产生的电厂 好我们说这个宏观的电厂 这个电厂 我们可以看成是 我们把这个区域 我们拿一个球状的区域 半经约R这个球状的区域 这个区域里头 来说 那么现在这个界电值是分成这个区域外面 跟这个区域里头了 那么这个半径不是很小 要比这个分子要大上几千倍 分子很小了 几千倍我们眼睛其实还是看不出来了 这么小的一个位置 但是这就已经是宏观了 不是唯一观了 P点的宏观电厂 我们看这P点的宏观电厂 外面来看 它就是 我们看 球外电荷在P点产生的电厂的平均值 它这个就是 球外的电荷 在P点产生 电厂的平均值 跟这个里头的电荷 在这里产生的电厂的平均值 之和我们就是说 整个界电值在这里产生的电厂的平均值 当然我们不能算出很准确的值 我们只能算出 这个区域它的平均值是多少 我们就选一个半仅为R的一个区域来看 它就是等于 这个区域外面的电厂 外面的 dip moment 在这里产生的电厂的平均值 在这里产生电厂的平均值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外面这些地方的电荷 外面的电荷 在这个球面上面所产生的 电位的平均值 就等于这一点在球星产生的电位 电厂也可以一样看待 那就是说 外面的电厂 由外面在这里产生的电厂 我们可以看到是球体外的这个 代破moment 在P点产生的 P点产生的这个电厂 就是这个球面上产生的平均值 以前我们讲过Vout 在这个面上产生的平均值 就等于这个地方 在P点产生的电位 它这个积分就是全部的这个 都积分了 由于球体的体积非常小 叫做体积内的极化强度 没有显著变化 非常小 就是几乎是approach to zero 很小很小 它的这个 等于是定值 就是说看不出有显著变化 如果你还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的P跟这个地方的P不一样 那这个 就没有资格 用来代表 一个小小的区域 那于是我们由6H2跟6H3得知P点的平均电厂 是等于这个 如果非常小 我们现在是看里头 看里头 就是说这个里头 如果假定它是 因为整个被极化了 极化的如果是均匀的话 那么它在这一点产生 就是球内 这个球整个被极化了 我们上一个例题不是有一个例题不是说 这个如果是一个均匀极化的球 那么它里头任何一点的电厂 是这个字 这个字 对不对 我们看过这个图 电厂 跟它的Polarization这个方向 电力线就是这个方向 是等于这么小 这是里头 这是外头的 这是外头的电位 外头的电位是这么算 它的这个上面的电位的平均值 表面上电位的平均值 就是这一点的电位 我们可以这么算 里头我们也算过了 是等于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结果就显示 任何界电子球内的平均电厂 与具有相同极化强度的 均匀极化球中心的电厂一样 这就是我们前面讲 就是这个例子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例子 对不对 讲过这个例子 如果 然而 如果 如果 这个 极化的不均匀的话 不均匀的话 那就是 这一项就趋于零了 就是这个很小很小了 不均匀的话 那就是 这个 就像我们上个 这个例题 P呢 就是一个很 它不是一个定值 不是一个定值 那么它 它除了不是一个定值之外 因为它的方向也可能 不一样 所以就是比较凌乱 在里头的电厂 我们就看它很小 很小 那么它跟外加电厂 外面的电厂比起来 小的很多 就可以neglect 就是在我们上面 1等于1 in加1 out 1 in就可以neglect 像这样的话 非均匀极化的电阶值 非均匀极化 的电阶值内 所以任意 任意位置的宏观电厂 就可以用这个式子来 只是由电位 就是完全由外面产生 里头我们就忽略不计了 忽略不计了 ok 就是完全由外面产生 好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个电位仪 一个新的物理量 这个物理量 我们先回想一下 我们讲高斯定律的时候 我们有积分式跟微分式 这个是微分式 Divergent E的Rho over Epsilon Zero 这个Rho是什么Rho 以前我们只有自由电荷密度 没有讲到介电值的时候 我们所指的电荷 都是自由电荷 但是我们现在讲过了 介电值 有介电值以后 那介电值上面会有 束缚电荷密度 Bounded Charge Density 或者叫做 Polarized Charge Density 也有可能有自由电荷 所以这个就是两种电荷 很可能包括 Free Charge Density 跟这个Bounded Charge Density 所以这个式子 我们现在要用 如果有介电值出现的话 它应该是写成这样子 因为你写成这样子的话 你不晓得它的电荷密度 到底是哪一种 其实它包含这两种 那么我们现在在把我们讲的等效的体积电荷密度 它是等于这个被极化的物质 它的极化强度的Divergence的负质 把它带到高斯洛里头的这个质 于是这个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它本来是这样子 你现在把它带到这里来 它就变成这样子 肉等于这个 我们把Y0乘过来 再把这个搬过来 因为两个都是Divergence 我们可以把Divergence 这个Operator提出来 里面就变成Y0E 加上Polarization P 那等于Rho F 好 这是一个向量 这是另外一个向量 两个向量核 我们可以变成D 可以用另外一个向量来代表 这个向量代表这两个向量的核 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了 变成这样子了 那这个就是什么 电位仪 第一称为电位仪 Electric Displacement 那这个式子 就是电位仪的高斯定律的微分式 这是高斯定律的微分式 这是电位仪的高斯定律 这是电场的高斯定律 这是电位仪的高斯定律 你最好是一起记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我们要看看它的积分式是什么 那很简单 我们就把这两个式子 两分层第一套在积分 那么这个积分呢 我们用Divergence Theorem 它可以变成这个 D.da 就是这个体积分 可以变成这个向量的面积分 这个表面就是这个 这个体积的表面 这个表面 封闭面就是这个体积的表面 还有这个式子呢 我们就当作它的积分就是QF 就是Total Free Charge 然后把这个带到这边 于是我们就得到这个式子 这个就是电位仪高斯定律的积分式 那么QF呢 这里应该要 我们用的时候通常都在这里写Enclosed 就是被这个面包在里头的 总的自由电荷 或者自由电荷的禁止 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 电位仪跟电厂非常类似 你看这个是高斯定律 电厂 电位仪高斯定律 这是电厂高斯定律 好像差不多 好像这两个很类似 其实不来 一与低 它有相当大的一个差异性 底下两点我们来看 电厂有酷仑定律 第一没有酷仑定律 第一没有酷仑定律 你酷仑定律只能求电厂 不能求这个 那这个 这个 就是 如果这是Row的话呢 这里有个Y0 那就是 连续分布电荷 的电厂 但是 你看它就是少了一个这个东西而已 少了一个这个而已 少了一个这个 可不可以有这个 没有这个是什么 你空间有这种分布 你没有办法用这个来求 空间的电位仪是什么 还有一点 Curl1等于0 是静电厂的一个特征 因为静电厂 Curl1等于0 所以我们说这个电厂就可以令它是等于V的一个gradient 一个纯样的gradient 于是我们就令电厂的负gradient的1 但是这个D cross也等于0 可是这个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存量的函数 说这个是等于什么gradient的什么函数 不行 原因就是我们看这个CurlD D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D跟1的关系是这个 那我们就把这个展开 这个设置展开 它先operated在这个上面 然后再operated在这个上面 我们知道Curl1是0 Curl1是0 那这项等不等于0呢 这项有时候是0 但不是很等于0 它绝不是很等于0 有时候它是0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两个介质 一个是真空 一个是界电质 我们把这个Curl 你就是把Polarization 圆着这个路径积分 加定这个到这里都很短很短 很短很短 那么P DL 做一个Closed Path Integle 你看 它的值就是等于P ΔL Fu ΔL 这是0 你写是P ΔL 加上 正P ΔL 但是这个是0 因为真空 真空没有东西可以计划 所以它没有计划强度 所以它就没有这边 这边也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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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这边 这个值不等于0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 P乘上ΔL 这不是0 所以说 这个东西 像这个样子 它就不是0 不过 你如果两边都是同样的节点值 这个也是 这个节点值跟这个一样 那这个值就跟这个值一样 这不是0 跟这个完全一样 那就是0了 那就是0了 如果是一个均匀节点值的话 就是0了 所以这个不一定都是0 它不一定都是0 那就表示这个东西 不很等于0 不像电厂 它是很等于0 这两点是D跟1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底下我们就来介绍一种线性的节点值 线性的节点值 假如有一种节点值 在电厂不太强的情况之下 它就被激化了 它激化强度 跟电厂有这个关系 如果有这个关系的话 那我们说这个是真空电容率 这个开1我们称为界电值的极化率 也有的翻成电动易感性 这个好像念起来怪怪的 我们还是用这个界电值的极化率好了 这个比较顺口一点 它的值 与界电值的围观结构有关 就是说它到底是什么值 要看物质而定 不是每个物质都一样 那么如果这个式子满足以下的状况 我们称为这个物质叫做线性物质 满足什么状况呢 就是说这里头的开1是常数 它不是又是这个又是那个 那么它是有均匀性 各部分的这个物质里头 各部分的这个激化率都一样 Homogeneous 很均匀的 然后没有方向性 不会说你这个电厂改变一个方向 这个值就改变成另外一个 不会 如果这个满足这个关系的话 那这个界电值就叫做简单界电值 叫简单界电值 OK 好 那我们看 那这是外加电厂 总电厂 总电厂要记住 这个很有趣 这个总电厂是包括什么 一部分是自由电荷产生的电厂 就是自由电荷 一部分就是你这个界电值 被激化了以后 它不是就有表面激化电荷 体积激化电荷等等吗 这个电荷 这个电荷密度又会产生电厂 这个电厂就跟外面的电厂合起来 就变成总电厂 就变成电耳机又产生自己的电厂 那么这个新生的电厂加入前面的电厂 成为总电厂 加强总电厂 总电厂加强了 这个物体又更进一步激化了 因为你刚刚你的电厂比较小 它激化程度比较小 你即使总电厂变大了 它又更大一步 然后它又激化又产生一批 等效激化电荷密度 这个等效激化密度又产生电厂 那又加入这个 那这个一直在变化 变化到何时了 我们也不晓得 所以激化强度 没有办法从电厂算出来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从 直接从电厂这个地方算出来 那么要计算最终的总电厂 我们要有另外的方法 另外的方法 另外的方法就是我们从这个来看 这是Electric Displacement 我们将线性物质的P跟E的关系 带到这里头来 它就变成这样子 P就是这个 然后把Epsilon提出来 电上也提出来 E加KaiE 我们令 这个KaiE是一个不明数 没有单位的 这个也是不明数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常数 我们就令这个常数来叫做Epsilon R 那么再令这个叫做Epsilon Epsilon 于是我们就知道这个Epsilon 是等于Epsilon R E Epsilon 等于Epsilon Zero 乘上这个 Epsilon OK 那我们先讲到这里 这里就是讲到这个Electric Displacement 它跟电厂的关系 有这样的关系 有这样的关系 这个关系就是说 当你有界电子存在的时候 有界电子存在的空间 它有Electric Displacement 对不对 那么我们把这个空间 被极化的这个效果带进去 它就变成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非常有用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看 好 这个是我们讲到Electric Displacement 跟电厂的关系 那这个里头几个常数 Epsilon 它就是叫做电容率 或者是绝对的界电常数 Epsilon YR 成为相对界电常数 也叫做界电 或者就叫做界电常数 Y0 成为真空的界电常数 我们就知道 这个高斯定律 它是跟QF有关 我们原先那个高斯定律 电厂的高斯定律 它是QEnclosed overEpsilon 那个Q 是所有的电荷都要算进去 你极化电荷 自由电荷 将来磁学里头 还有磁化 还有表面电荷等等 都要加进去 那么以前的高斯定律 在有界电值出现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用 因为你有电厂 这个电厂跟什么有关呢 跟自由电荷有关 也跟极化电荷有关 但是极化电荷是多少 你不知道啊 因为你现在要求电厂 而极化电荷 就是要电厂知道了 才能够求极化电荷 所以那个式子没办法用 那于是我们就用这个 因为这个式子 只跟自由电荷有关 所以你有界电值在也不管 你可以把这个求出来 这个求出来以后啊 再用这个式子 就可以求出电厂来了 假如你知道你的界电值 它的界电常数是多少 我们通常这个叫做界电常数 代Electric Constant 知道它 那你就可以 这个知道以后去求电厂啊 或者这两个相成叫做Epsilon 这个是来求电厂啊 所以我们现在要求 有界电值出现的时候啊 要求电厂啊 要先求电位移 再被这个除 或者电位移被Epsilon来除 这就是电厂 那就是我们学了三种高四定律 这电厂的高四定律 这个是极化强度的高四定律 这个是电位移的高四定律 好 这个第一项 这个高四定律啊 仅仅适用于 仅仅适用于 自由电荷 自由空间 应该是说没有界电值出现的空间 因为有界电值出现的空间 它会有这个电荷 这个电荷包含在它里面 你不知道它 你就没办法求E 所以如果没有界电值出现 不会有这个 那你可以用这个式子 但是有界电值出现的时候呢 你就不能用了 那你要用什么式子 用这个式子 这只跟free charge有关 第三项 所以有界电值出现的空间 你要用这一组 那这个就是做什么用呢 就是说 我们知道 polarization是多少 你可以求它的电荷密度 就是感应的电荷 就是感应的电荷 等效的 激化电荷密度 你可以求 或者求激化电荷 可以求这个 那么比如说 比如说 roll p 是等于 负的这个 那 p呢 用电厂这个 带进去 这是线性物质 是吧 线性物质 我们用这个带进去 然后我们再把 再把 这个1 等于d over epsilon 带进去 那么这个值呢 这一项 负1 这个 把它拿出来 就变成divergent d就是roll f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 要求这个 激化电荷密度 跟 这个有关 你这个物质里面 它的激化率有关 激化率有关 那么 这里 这个关系 是也告诉我们 这个 这一项是小于1的东西 所以你自由电荷密度 知道了 那你在这个物质里面 产生的 等效 体积电荷密度 要比这个小 比这个小 而且这个符号呢 是相反的 我们等等都会举一些例子 给各位看 对这个晶体来说 Crystal 它某一方向 比其他方向 较容易 激化 所以在 晶体激化的时候 因为它有方向性 它就不是所谓的一种 我们这个线性 线性就是这个没有方向性 晶体来说 它因为没有方向性 所以它的polarization跟电场 会构成一个 这个 一个tensor 这个 构成一个张量 这个构成激化张量 这个我们 目前我们不会讲到 这一类的问题 我们就是 集中在 线性的物质 我们现在要讲到 电场跟电位仪的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 比如说我们这有两种界电值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一个是epsilon1 一个是epsilon2 那么在界面的地方 如果说我这个电场 这一边 表面靠 底下这个电场是这个 那靠上面这一点的电场 电位仪呢 不见得是这个方向 可能 有点弯曲了 那么 到底 D1跟D2 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要研究D 你必须从它的物理性质来看 D它满足 这个高斯定律 所以我们就看一个高斯定律 我们在这个高 因为你要用到高斯定律 你一定要做一个封闭面 对不对 我们这个时候做的封闭面 就是一个扁的 圆柱盒子 上底跟下底 都跟这个凤 平行 面积是Delta A 这个是它的normal line 我们假定 靠这个下底 这个这一点 就是这一点 电场是这个值 上面那一点的电场 电位仪 变成这个值 那么 这是我们假设是这样子的 那么 等于我们会积分 这个 那么 这一项是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 高斯面 被高斯面包在里头的 自由电荷 高斯面包在里头的自由电荷 的电量 如果它的密度 这个表面有自由电荷密度的话 所以自由电荷密度 假如是Sigma F 那你乘到Delta A 就是QF 就是QF 那么 左边呢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高斯面 它是高斯面的封闭面 上底下底跟弯曲面 分成三个面 三个面的积分 上底 D2 D2 DA2 DA2就是上面这个面 的面积基数 下底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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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方向 朝这个方向 然后弯曲面 弯曲面的DA A是跟这个面垂直的 好 那么我们假定 我们做的扁盒子 这个地方的高度 几乎是零 就是说 这个小的不得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盒子 塞到这个缝里面去 缝就已经很小了 你塞进去 那这个小的不得了 因此Delta A 也是很小 因为你可以塞到缝里面去 如果你这太大的话 而你这个缝 它不是平的 弯弯曲曲你就塞不进去 所以这个是很小的 那么这个积分 DA2 D2.DA2是朝上 那它就变成 D2 乘上 Cosin Theta2 乘上DA 就是 它跟DA 它就分两个DA同方向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D1.DA1 D1.DA1 它的cosin Theta 是这个方向 而DA2是这个方向 是负的 所以它这个值 那旁边这个就是零 因为它这么窄 根本就没有面积 所以没有它 那我们把这个 DA提出来 Delta A提出来 里头就变成 D2 cosin Theta2 进入D1 cosin Theta1 这两边相等 这个带到这里 这个带到这里 这两边相等 那就是 这个值 要等于这个值 那D2 cosin Theta2 是什么呢 就是 D2 在normal方向上的 分量 D1 cosin Theta1 就是 D1 在这个上面的分量 但因为它跟DA 方向相反 所以这里是负的 那么我们就得到 D2 这个 D2N 减到D为N 就等于 SigmaF 而这两个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 D2 你看这个就是 D2 Dot N Univector 这个 D1 Normal 就是 D1 Dot N Univector 所以 这个式子 纯亮的 也可以用 这个 也可以用 你记得这两个 这个式子就表示 如果这两个界电值的界面上面 有自由电和密度的话 那D2N不等于D1N 如果SigmaF等于0呢 那D2N就等于D1N 意思就是说 这两点的电位仪 是不是连续 要看你这个当中 有没有自由电和密度的分布 表面电和 没有的话 那就是 连续 相连续 不是整个相连续 是它的垂直分量相连续 如果 有电和密度分布的话 那垂直分量 不相连续 这要记起来 以后我们讲电磁波的时候 一天到晚用到 一天到晚用到 你要记得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D2-D1N等于这个 你可以把D2变成ε2 这个ε1 而ε1呢 又可以变成负的 ε1又变成负的 partialV over partialN 这是normal direction 这个也是 这是normal component 于是 这个式子 也可以用 这就是一种 所谓的连续条件 这就是电位函数 它的导函数 导函数其实就是电场 我们说它的边界条件 包含电位跟电位的导函数 电位导函数其实就是电场 这个式子要记一下 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甚至于你这个 其实你只要这个道理懂了 这些都没有问题 当二戒指的界面 有自由电荷分布的时候 电位导函的法线分量 不连续 不连续 当界电质的界面 没有自由电荷分布的时候 电位导的法线分量相连续 要切切要记住 电磁波 我们以后讲到电磁波的时候 经常在用 然后我们看切线分量 这一点跟这一点 如果下面这一点的电场是E1 靠下缝上面的电场是E2 我们就用静电场的特性 这个特性 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 电位仪没有这个式子 只有它有 我们就说电场满足这个关系 就是它的封闭路径积分等于零 那我现在就要取一个封闭路径了 就取ABCD 这个路径 这一边跟这一边都跟狭缝平行 而这两边的高度 Approach is zero 就是说等于是 一条这边的路径跟这条街 这边的路径相距的紧贴的 然后可以塞到这个缝里边去 我们取ABCD 这个作为积分的封闭路径 那这个积分就变成 A到B E1 DL B到C 这个我们就写E到DL 因为它的E靠上面是E2 靠下面是E1 C到D B又是E2 到DL 再加上D到A 这个字 因为这两边 BC跟DA 路径长都趋于零了 所以这个线积分就是零了 只有这个积分 跟这个积分 那这个积分呢 E1 DL DL DL是在这里 那我们就可以看成是E 我们先看这个 这是E1 下面这个 E1 在这个方向的分量就是这个分量 它等于E1 Sine Theta 1 乘上 DL 这个长度很小很小 就是DL DL你积分的话 DL就不要积 就是DL 这个就是E2 在这个方向上的分量 切线上的分量 是Tangential Direction的分量 E2 Sine Theta 2 因为这个方向 跟路径的方向相反 所以是负的 于是这个我们可以写成 E1 Tangential Component 这是E2的Tangential Component 所以这个式子又可以写成这个 因为它等于零 就是零了 那一定是E1T 等于E2T 那就是说 电厂的切线分量 要相连续 这个没有条件 一定相连续 电厂的切线分量 相连续 但你也可以写成这个 这个T就是这个 这个方向 所以二戒指的界面上面 电厂的切线分量 相连续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